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寇蒋伟文 今天是5月7号 然后是个礼拜天 It's a Sun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那天是个礼拜天 我不是说今天 我说有一天礼拜天 然后正好蒋夫人 她一整天都有一个行程 她不能在我们家里陪小孩 所以变成我要带小孩这样子 那在家里带小孩 不外乎就是陪陪小孩 写写功课啦 温习他的功课啊 然后陪陪他们看一下卡通啊 甚至玩一下他们的乐高啊 可是一天的时间真的很长 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呢 让小孩帮帮忙 在厨房里面呢 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 果然那天中午呢 我就打算说 打开冰箱看一看 哎呦 家里还有些鸡蛋 真难得 来做个蛋炒饭好了 那我想说 对小朋友来说 蛋炒饭很简单 可是他们来做的时候 会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想说 小朋友们 要不要来自己做一个蛋炒饭来吃 果不其然 四年级的老大 跟一年级的弟弟 他们两个都非常开心 要要帮爸爸 这样子 其实啊 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当小帮手 虽然说有时候他们越帮越忙啊 但是你总是要给他机会嘛 你不给他机会 他怎么会变更好呢 所以呢我发现你让小朋友帮忙的时候 你要把要帮忙的事项拆开来做 你不用要求他从头做到尾 你这样子的话你也很辛苦了 因为这个失败率很高 然后他自己的成就感也会差一点 所以说其实大人在设在让小朋友帮忙的时候 要稍微设计一下 让这个家室把它拆开来做 他们可以帮忙某部分 然后就是你看你小朋友能够做到什么部分 就让他做那一部分 其他有大人来协助就好了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蛋炒饭 那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小朋友来把冰箱打开来 拿鸡蛋下来 然后鸡蛋要把它打到那个蛋丸里面去 然后把它打散 像这个动作你就可以预期到 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把蛋打到地上去 或打到桌面上 第二个可能会有碎的这种蛋壳 在这碗里面 你先有这个预想 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有的人就是叫小朋友来帮忙 打个蛋就打到处都是他就生气了 就让小朋友 小朋友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其实不用这样 你先预想好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打蛋的地方就很重要 所以我就请他们拿碗 然后拿大一点的碗 然后在那个洗碗槽里面打蛋 那洗碗槽里面打蛋 打了蛋汁虽然留外面也没关系 无所谓 那就算蛋壳跑进去 他们在那边挑蛋壳 也可以立刻洗洗手 所以你就要把那个场地选好 而且你要预设好 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 你就可以预防它了 你就不会就是觉得好像 他们越帮越忙 然后你也心服气躁的感觉 好他们就把蛋都弄好 果然这打也打到外面去了 蛋壳也在里面 可是小朋友在挑蛋壳 他们很开心 不像我们大人 就蛋壳掉到里面很难拿 你就很烦 可是小朋友 他们会觉得这很有趣 这也是他帮忙的 过程中得到乐趣 好好地把这个蛋再打散 也是在洗手槽 洗碗槽 洗碗槽里面打蛋 把它打散 因为他打打打 小朋友那个弧度 力道都比较不熟 他一定要打一点蛋汁出来的 没关系在洗碗槽里面都OK的 好了接下来就拿一个比较小的锅子 因为你要他蛋炒饭 你拿大人那种大锅子 他就是不好用 所以我会拿小一点的平米锅给他们用 然后饭和蛋 然后先把这些食材拿出来给他看 叫他自己一个一个从冰箱拿出来 拿葱 拿蛋 拿饭 然后今天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们就用最基本的 葱 蛋 饭来做最基本的蛋炒饭 你学会这个以后都吃得饱了 那小朋友看到只有这三样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很简单 那因为要切葱 你会担心 因为家里比较没有 都是大的刀 小朋友用你会紧张 所以我就说 我们用剪刀来剪这个葱 他们就很开心 就拿葱 然后拿剪刀剪 把葱白剪成葱花 把葱绿也剪成葱花 当然可能会剪的厚一点 薄一点都无所谓 小朋友自己剪 反正这个蛋炒饭他们吃 他们自己剪什么样 就怎么吃 他们也很开心 那很简单 用剪刀就很开心 把这个葱做好了 然后蛋打好了 好了 就请他们开火 就连在瓦斯炉上面开火 他们都觉得很有新鲜 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大部分小朋友 是不能碰瓦斯炉的 也不能点火 但是这个对他们讲 就很有意思 他们就点火也很开心 点火以后锅子热了 小朋友来把手放在锅子上面 感受一下这热度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加油 加完油后把蛋放进去 那加油就是变成我在帮他们加 因为倒油的量不见得会多的少 可能有些东西大人来做就好了 然后就把蛋放进去 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握着他们手来 开始把蛋炒熟 让他们试试看这样子 你都示范一次 他们不用把这个炒蛋 从头做到尾 他可以做里面的 拌这个蛋液的过程 交给他们 然后你来收尾 然后最后再把饭放进来 一起炒一炒 我记得很清楚 他们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 当然这个饭粒 跟这个蛋 把它拌在一起 加点调味料 就是盐巴这样子 然后加点黑胡椒 然后最后就把他们剪好的葱花 放进去 再把它拌炒一下 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不是大人在做 小朋友在做 而且又有两个兄弟 都要轮流做 这个蛋炒饭时间就拉得很长 所以就一直听到这个饭粒 在这个锅子上 嗶嗶巴巴那个声音 然后我就记得弟弟 就一直在旁边说 弟弟就一年级 他就一直说 爸爸这个蛋炒饭声音 好疗愈 这个声音好疗愈 听起来好舒服 然后哥哥也很喜欢 哥哥说对 真的听起来嗶嗶巴巴 好好吃 而且好香 然后这个蛋炒饭 他们做完以后 他们两个就完全吃得光光的 就是有时候 我自己炒个蛋炒饭 给他们吃 他们可能还生一点点 我还在旁边督促他们 把饭吃完 他们自己做蛋炒饭 完全吃光光 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吃 自己做的 而且从头到尾 从无到有 他们也很有成就感 最有趣的是 弟弟一直说 爸爸那个蛋炒饭 真的好疗愈 他第二天早上还跟我说 爸爸 昨天我们做蛋炒饭 我觉得那个声音 好疗愈 我说对 弟弟你讲了很多遍了 然后他这时候突然停一下 他就说 爸爸我想问你 到底好疗愈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从哪听来 好疗愈这个字 从昨天就一直跟我讲 说这个蛋炒饭好疗愈 一直到早上也跟我说 最后他竟然问我说 到底什么是好疗愈 我说弟弟你不了解 你为什么一直讲这句话 他说好像听到人家常说这句话 我说好疗愈 这很舒服的意思 小朋友真的很可爱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一些事情 就算是家事 你把这分摊看 大家互相来做 真的会留下很有趣的一些回忆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 奖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奖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家客奥奖伟文 那么上一段呢 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那个小朋友 做蛋炒饭的事情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就来聊一下 好吃的炒饭吧 好 一起来听奖公来说菜 有时候我们去那个 小饭馆 小馆吃东西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 这个凉拌菜 或是小菜这样子 其中一个就是 比如说小黄瓜 大部分都会有 切断的小黄瓜 或是切片的小黄瓜 比如说我们吃炸排骨的时候 还有那种切那圆片 薄薄片的那种 小黄瓜有没有 腌制好的 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有没有想过 这种腌制的那种 小黄瓜 可以跟炒饭拌在一起 这样子料理 这样子炒饭 要怎么做 今天就来吃这一道 很特别的 脆脆炎制黄瓜 虾仁炒饭 这个料理是收录在 Hello 想和MASA一起吃饭吗 MASA老师这一本 100道各式各样的 米饭料理里面 其中一个我觉得 很有趣 很有创意的一个炒饭 当然它是以炒饭底 然后再加上一个 研制的小黄瓜这样子 那么现在夏天到了 所以小黄瓜 研制小黄瓜应该是蛮清爽 我们先把这个 小黄瓜切成薄片 就是车轮状 薄片车轮状 越薄越好 大概0.2公分左右 反正你就切薄片 切薄片以后呢 放在碗里面 然后再把蒜头也切成薄片 放在碗里面 同一个碗 辣椒切薄片 然后放在碗里面 所以这个碗里面就有红色的辣椒圈 白色的蒜头片 还有这个绿绿的 然后加上这个就是 这有点香气的小黄瓜片 放在一起以后呢 再加入砂糖 这边的砂糖是要 大概加个二分之一小匙 然后加一个四分之一小匙盐 给它点糖 给它点盐 然后搅拌一下 把它拌匀一下 然后放旁边 腌制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以后呢 直接把这个小黄瓜 还有这个用手 再挤压一下 把它多余的水分 把它挤出来 把它尽量挤干一点点 可是不要把它压碎 把它挤干一点 挤干一点 这就是你的研制小黄瓜 这个前置做好了 摆旁边 单吃也可以 但是我今天 我们要把它放在炒饭里面 怎么放呢 我们这个做虾仁炒饭 先把虾仁 就反正去买那种小虾仁 或者是买这个小的白虾 然后把头去掉 把壳都剥掉 把长泥剃掉 然后把它烫熟 这里的虾仁 大概也要用到 十个虾仁左右 十个小虾仁 处理好小虾仁 放到滚水里面 把它烫熟 汤烫起来 备用 然后锅子里 把它加热 你的平底锅加热到锅子热了 然后再放一大匙的油 然后打一颗鸡蛋进去 不用把鸡蛋在碗里打散 直接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面 锅子热了 油放下去 蛋直接打进去 开始就变变巴巴 那个就好像在煎荷包蛋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要煎荷包蛋 我们是要做蛋炒饭 所以你就可以用筷子 或是用你的锅铲 把这一颗一打下去的蛋 把它搅散 就是在锅子里面 把它蛋白跟蛋黄一起把它搅散 这时候锅子很热 油也被这个蛋 在煎这个蛋 直接把它搅散的时候 你就闻到很多的蛋香气 啪啪啪啪的声音都出来 这个蛋快要熟透的时候 大概八分熟 因为锅子还是很热 所以八分到九分 很快要熟透的时候 你就把那一碗饭倒进来 你要吃的饭把它倒进来 跟这个蛋一起再拌匀 这时候这个蛋 刚刚在煎这个蛋的时候 在搅拌的时候 蛋已经吸收了很多这个油 那这个油呢 跟鸡蛋 蛋黄本身也有油脂 就会很多鸡蛋的香气 这时候你再跟饭粒一起拌在一起 所以是要把这个蛋吸到的油 在炒这个饭的时候呢 让每一粒饭粒都可以裹住 这个很香的蛋香的油 把它炒散 炒到你觉得每一颗饭粒 炒饭炒饭 就是要把每颗饭粒把它炒香 要一颗一颗把炒香在锅子里面 拌炒它 不要说很多黏在一起的饭粒 尽量把每颗饭粒都把它炒香 炒香了以后呢 就把刚刚做好的小黄瓜泡菜 就水分就挤干了嘛 直接包括了蒜片啊 辣椒圈啊 还有这个小黄瓜 通通把它倒进来 倒进来以后呢 就把你烫熟的那个虾仁也一起拌进来 先倒进来 还没有在搅拌之前 就直接小黄瓜倒进来 虾仁倒进来 下面都是饭嘛 炒得很香一粒一粒饭 这时候就直接撒盐跟黑胡椒 然后在锅边淋一点点酱油 那个酱油一淋下来 大概是 大概快到一小匙的酱油 一淋下你 你听到一声 很快一点点而已嘛 一声啊 立刻就拿锅铲 把所有东西搅拌在一起 把它拌匀 开始把它拌匀 只要稍微 大概30秒左右 不要炒太久 因为小黄瓜 你要保持它那个脆感 不要把它在这里面加温太久 直接再炒一炒 就完成了 脆脆研制黄瓜 加上虾仁炒饭 特别的一道吃法 应该是又清爽 又有虾仁炒饭的鲜味 那么这本就是马嫂老师的 这个哈喽 想和马嫂一起吃饭吗 谢谢我们的马嫂老师了 大家这个夏天越来越 就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温暖 再试试看这个很清爽的炒饭 好的 讲到今天的美食冷知识呢 我们在大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尤其在请客的时候会说 我们今天go dutch 或者我们今天AA字 有没有 就是我们这个各复各的 那你知道如果各复各的为AA字的话 那么如果说其中一方要请客 另外的人都不用付钱 这个又叫做什么字呢 一 AB字 二 AO字 三 AZ字 想一想 如果说各复各是AA字 那么有人请客的话 又称为什么字 稍微想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podcaster 非常会吃 非常会讲这个菜的 待会我们来问他这个冷知识 看他知不知道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要访问一个podcaster 这样这个podcast 是跟我们电台是不是 是不是对立的 是不是是不是敌人 为什么访问podcaster 因为这个这位女生呢 这个之前我就访问过她 当时来我们这个节目是访问到她 怎么会一下之间变这么样苗条 然后这个瘦身有成 然后对这个饮食呢 分享给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 在这怎么算卡洛里啦 或者吃什么样的东西 怎么保持健康啊 她都有一套很厉害的方式 后来发现她其实是一个 很有口福的人 那现在呢她就主持了一个podcast 专门在聊她到处吃吃喝喝的故事 每一集就基本上就是炫耀文就对了 因为我去听了一下 每一集就讲说这个多好吃多好吃 然后听完就说 哇这个人怎么那么有口福啊 每一集都是这样子 我们欢迎这非常有口福的陈奕萱 嗨 加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你那个podcast叫什么一起开 一起开动吧 就是我的意义 对陈奕萱的意义 一起开动吧 是的 其实那时候我很好奇 就是说 因为你那时候你说你想做一个节目 然后专门在空中讲给大家听 说你吃了什么东西 对所以我也想说 其实我觉得很难 对呀一整集要说这怎么说 很难耶 你知道就是我做了podcast之后 我才知道就是你 有多么的厉害 真的吗 因为你要用声音 要用文字 要用这是纯粹口头上的表达 没有任何画面哦 然后要让大家能够进入 你的这个情绪里头 进入你去介绍到任何东西里头 包括食物色香味 他们都感受不到啊 我们只能用嘴巴去形容啊 其实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都听的时候 我觉得你蛮厉害吃这行饭的 因为我觉得你竟然可以去一家餐厅 然后把每一道菜 你是不要做笔记啊 因为你后来回头说 那不能只是靠回忆嘛 因为你要讲这道菜的菜名 你要讲这道菜里面有什么食材 你要讲你吃了以后的口感 你又讲到香气 然后讲到这个里面的重点的一个 一个新香料是什么 让你觉得回味无穷 然后一家餐厅吃完 吃了三四道菜 每一道你都讲一遍 我觉得很厉害 我都没这种记性 我觉得就是那种重点去记忆 然后如果我吃到哪一道菜 觉得特别喜欢 特别满意 我就会去找老板聊 然后就问他说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猜出来有什么东西 然后稍微跟他聊一下 然后比如说包括他的背景 他为什么会做这道菜 他为什么会来研发泰国菜 为什么会研发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就会去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就赶快记起来 然后可能同一间店会不止去一次 可能是两次起跳 我可能会选 每次去点的东西会不太一样 然后把他的一些名单里的菜单里的东西 都稍微试过了 然后我自己再筛选出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几道 然后就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你这个做podcast太可惜了 应该就是youtube吧 对啊 因为能看到的话更好嘛 对也有人说那应该是出外景 然后可以拍到食物拍到我在吃 不过话要说回来 你这样做就跟我当初一样 就是当初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讲工厨房用说的来讲一道菜 对说菜 做菜用说的看不到 这样子会有什么样 这样还是拿到金钟奖 所以我才说你很强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这样也是 就开另外一个格局 就是你吃不到 我用讲的告诉你我吃到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 尤其刚开始我录完 我录完以后就问旁边的工作人员 我说我刚刚讲完这一集这一段 你们听完会有画面 会想吃会流口水吗 我都先去要去询问一遍 他们说会会 就听完就很想去吃 然后我就觉得 好那就算是成功 因为可能包括在podcast里头 除了我自己要去选 我每一集要介绍哪些餐厅 哪些菜色之外 然后包括脚本部分 也是我自己要去构思 哪一段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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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虽然就是在那短短的 可能十来分钟左右里头 你要把一间餐厅 然后你觉得必吃必点的东西 然后把它形容出来 这个倒是真的是一个挑战 一起吃饭吧 开动 一起开动 因为一起开动 就是你可以当吃的嘛 对然后开动 你也可以出去动 maybe就是以后会有各种 吃喝之外 玩乐我也可能会介绍 一起开动 对 现在我听到都是有关吃饭的 一起大家请客吃饭的感觉 那今天的美食冷知识呢 我们就来问陈奕轩 这个吃货 什么东西 有关吃饭的事情 我们听过这个 我们去外面吃饭 假如说我们说我们go dutch go dutch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就AA制嘛 就是各副各的 AA制 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AA制 我现在才知道 AA制其实就是这个 它有它的意思嘛 就是平均分摊 各副各的 对 但其实我不知道AA是哪来的啊 我也是听朋友们 在那边讲AA制 AA制 对AA制其实就是all average 大家都一起平均分摊 all average 平均分摊的意思 那么请问 如果呢 不是平均分摊的话 比如说有一方要请客 对 他负担所有的费用 那么又会说是什么呢 一 AB制 二 AO制 三 AZ制 AZ包山包海 AZ制 好不好 你觉得是哪一个 如果有一方是要请客 不是AA制 那我们 这一方要请客 他说那我们今天就 AB制 还是AO制 还是AZ制 ABAOAZ 对 你觉得是哪一个 所以你刚刚说all average 所以是all嘛 所以all什么b allb好像不太像 AA制是all average 对 然后AO all over 什么脑子 乱猜 他有可能 对啊 有可能是英文字母 因为其实AA制 其实AA制除了是all average意思 AA也是因为 它是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嘛 A大写A 然后你也是大写A 我也是大写A 代表是我们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的分摊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方面想 到底是AB制 AO制 还是AZ制 你觉得如果一个人要请客的话 这是真的 会说什么字 我会猜AO耶 AO制 对 就是那个人 就是好像O也是个零 就是像个圆形的形状嘛 然后就是他 这一餐全部他包了 哎呦这么有道理 说成这样 圆形这样包了 我包了 很会说 我买单 哎呦那黄总监你觉得呢 黄总监你觉得呢 黄总监也觉得是AO制 因为他的解释 他也令你觉得OK 不是AZ吗 AZ从头到尾 从山包到海 AZ 就是今天AZ制 我请客AZ制 有没有 这样好像也说对 好像也可 哎呀糟糕 可是不是AB制吗 你觉得不是AB A我是A嘛 你是B我请你嘛 你是B 所以有AB制 会不会 然后全部是B付钱这样子 我先说一下好了 AB制我告诉你是错的 好 AB制呢 其实是指一方负责大部分 另外一方负责小部分 这叫AB制 所以是B付的多 B付的多 B少一点 A付的多 A付多 AB制是A付多 B付少 所以AB制这样子 OK 这是真的叫AB制 那AZ制呢 就是包山包海的意思 其实AZ制 A to Z这样 对 是没有的 所以答案正确就是AO制 恭喜你答对了 真的假的 而且你的解释是完全正确 你真的没有看过这个解释 我怎么看过 我不晓得 你太厉害了 真假的 AO制完全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O有all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O呢 也很像一个零 就是说一个人负担A 另外一个负责零 所以AO制 就是我付钱 你不用付钱 所以这就是 如果说我请客 我说今天AO制 不要想那么多 随便点 你A我O 对随便点AO制 我说的嘛 所以A就是我嘛 所以我付钱 你是O 我是零 你是零 我以后都要当O 这就是AO制了 那其实我们以前常说 所谓的GoDutch 其实Dutch就是荷兰 荷兰人的意思 为什么各付各的要说GoDutch 为什么要说变成荷兰人 难不成荷兰人都比较小气 其实在欧洲 荷兰就是所谓的客家园 比较用钱严谨一点 比较他们很会精打细算 在欧洲来讲 荷兰人是很会精打细算 因为在16 17世纪的时候 荷兰跟威尼斯 是在海上商品做贸易 最早期共同分享 大家一起在做生意的 那因为他们是在海上 所以说很多时候要请对方吃饭的话 就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请你不知道下次会再见到你 所以就后来就变成GoDutch 他们觉得说荷兰人比较精打细算 所以各式分摊就叫GoDutch 我们变成荷兰人这样子 那AA这个字也是在国外 应该是也这样用的吗 对AA也会这么用 我以为是台湾才有这样讲AA 因为国外我以前用的都好像 都是还是讲GoDutch 对对对 其实美国欧洲其实没有用 AA好像是亚洲这边才用的 对对 尤其香港人就是把AA 他不是说All Average 香港人是把它想成是All Apart 就是我们大家分开来的意思 香港人是讲全部分开 All Apart 每个人的解释不太一样 很酷耶 学会了 太棒了我们这个一起开动吧 就是我们的陈奕轩 今天访问这个吃货 真的很厉害 让他来形容一下 他吃过哪一家好餐厅 里面哪一道菜 让他流连忘返 让他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别走开 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是的 你是不是常常去吃一道这个 一个餐厅以后 吃完以后觉得 哇这味道真的是好香 好想推荐给朋友 但是你要解释给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 你只会讲说CP字很高 然后分量很大 然后对方觉得 还有什么形容词吗 今天来请到一位非常会形容食物的 他有一个podcast 这是我们的现在知名的podcaster 陈奕轩 讲的是一口好料理 这个叫做一起开动 对一起开动吧 对这讲的就是你去餐厅吃了什么样料理 那为什么好吃 我跟你讲 我们最常听到形容食就那四个字 你知道哪四个字吗 我现在看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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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的时候 你就用那四个字 超级好吃吗 No 再多一 就是它稍微再有一点点画面 在小学有点画面 有点口感 有点口感 咸香酸辣吗 不是你都你讲的都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因为你比较专业你讲的会最多 我们常常看一些节目也好 听到大家在形容什么食物 放进嘴巴里那个感觉也好 最常被用到 然后比较不会出错 但是又其实没形容到什么的 一个形容词就叫做入口即化 入口 我刚才在想什么什么话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融化 入口即化 对不对 常常听到大家在讲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入口即化 对这个是很厉害的 可是不是说每个东西 入口即化都很好 也不见得 对 你像你最近在 你现在有几集了 拍开你录了几集了 应该有十几集 十几集 就是你介绍十几家不同餐厅 然后里面吃的东西介绍 介绍给大家听 讲一个 讲一道你最近吃了 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道料理 哇好多 我最近 我觉得去 有去一家泰国菜的餐厅 然后那一家泰国餐厅 我第一次就有被惊艳到 因为他的东西入口即化 对 那个辣味也 哇入口即化 然后你的汗都化出来了 对 这入口即化很好用 是吧 泰国餐厅不外会介绍 应该是柠檬鱼 月亮虾饼 没有 还有什么柠檬鱼 真的吗 我跟你说台湾 台湾的泰国菜 其实很台化 是是是 很多都是调整过 泰国是没有的 对 台湾才有 很多符合是台湾的口味 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咸 比较不会那么重酸 重辣这样子 然后我去的那一家 他打的是 泰北菜 泰北菜 对 东北口味 为什么泰北菜让我感觉是 比较像颠免的感觉 它其实好像都有一点点在 但是问题是泰北菜 又跟一般我们可能去什么 曼谷那些吃到的味道 又会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的泰国菜 比如说你知道知名那个 N开头 对对对对 连锁的 对 吃起来是比较 还是比较温润 然后它的辣度啊 咸香酸度 调整过 都是中间值 就是吃起来是舒舒服服的 但泰北菜它的辛辣感 它的刺激感会非常非常的浓郁 对 然后这一间餐厅呢 它的老板虽然是台湾人 但他也待过很多很多大餐厅 这样子 然后他特别都会跑去泰北那边去学 然后他希望带给大家就是很道地 很道地的泰北味 道地的泰北菜特色菜会是什么 我那次去吃 他有几道 他的凉拌菜我觉得很惊艳 然后也是他们泰北菜一定会有的 生牛肉还是什么 生猪 生的东西 不是生的 有一道叫做瀑布猪肉沙拉 瀑布猪肉沙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道料理 对他其实是有些是会用碎的猪肉摸 有些是会用松板的猪肉片 就看你可以用 你喜欢哪一种肉的口感 他都可以这样做选择 瀑布猪肉沙拉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猪肉要很多吗 对 我那次是点的是猪肉片 所以他就会有点这样子排的高高的然后好像这样有点那种淋下来的那种状态的感觉 然后各种辛香料什么红葱桃辣椒那个香茅啊什么什么全部都很重很重的在里头 所以你吃得到很重的咸 可是咸你会觉得会不会吃起来就觉得肾会坏掉那种感觉 但他又用他的酸他的甜他的一些辛香料的香味全部去把它平衡起来 你一口进嘴巴里哇不得了爆炸了 就是真的会在你口腔里喷发 然后就会拼命的哇怎么会那么好吃 然后就一直下饭就一直配 这种太北的沙拉里面一定是生洋葱啦 那种本身就会有很多香料的味道 就是各种辛香料都有 有番茄啊洋葱啊黄瓜啦 黄瓜他没有他反而没有 对就是所以吃起来他是很很重的 对因为黄瓜没办法入口即化 对 而且黄瓜会把它清掉了 对其实他是真的是很重 然后这道菜就是在那边基本上就是必点 有没有碎花生在上面 碎花生是另外一道 因为我一直搞说 我讲这好像是青木瓜丝那种 会有碎花生啊碎的那个虾米啊 对对对对对 他青木瓜丝也很好吃 但他不是一般你所想象的青木瓜丝 他是咸淡青木瓜丝 那种咸淡 嗯他的那个咸淡你会觉得说 咸香咸香配上青木瓜 只有咸淡黄吗还是咸淡版也有 都有他把它弄成碎末 所以你偶尔比如说夹一口青木瓜丝 你还会吃得到咸淡白的部分 有点咸香然后又用青木瓜 又可以去把它中和掉 它的那个口感 但是它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口味 然后你又吃到咸淡黄的香 咸淡白的咸 对然后中和再一起 就像你刚刚讲还有花生 嗯然后它的虾米 就会很微量 对对对对 因为虾米本来在青木瓜丝里头 就是比较去提一个咸香味 但是它既然已经有咸淡了嘛 嗯所以它的虾米就几乎是被取代掉 然后但是又别有一番风味 也是吃到一个喷汗 哎呦听到这个很小吃 对我的汗都入口即化 这两个只是凉拌菜 我跟你讲它就是凉拌菜 就让我大大的惊愿 对 然后它也有你刚刚讲到的什么 金钱虾饼 嗯 但那个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 嗯 因为一般你应该也知道啊 在泰国他们好像其实没有什么金钱虾饼 越南虾饼这种菜色 但其实那就是研发 做出来台湾人喜欢吃海鲜 喜欢吃炸的东西嘛 那它的金钱虾米是非常非常非常厚实的 哦是那么厚的 咬下去很多虾子的 很多虾你吃到的虾肉口感 然后因为通常是虾浆会口感会比较多 但你吃得到它的虾默默都在里头 是吃到虾肉的 然后那个也是很 我觉得也大家一定都会喜欢 那不会有什么出错 那蔬菜类的它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虾酱 什么空心菜啦 好像没有 没有耶没那么无聊的东西耶 所以说的也是 刚刚那两个凉拌 凉拌菜就很不一样了 对我跟你讲 它的凉拌菜你基本上可以全部扫一遍 然后它有一个芭蕉花鲜虾沙拉 哦好好吃哦 你吃了多少道沙拉 沙拉我带去两轮 我全部点过一次啊 哇塞 芭蕉花 你知道的芭蕉花 芭蕉花鲜有时候也会用在泰国菜里头 然后把它炸过 变成酥酥香香 有点脆口感觉 然后撒在最后撒在上面 所以你在吃那个鲜虾那些东西里头的时候 你会吃到一点脆口的香味 重点是那些所有他们的那间餐厅的酱汁很厉害 酱汁全部都是老板自己去调的 然后吃起来带有花生香 带有海鲜的香味 然后带有 其实我真的说不出 它好多好多香气融合在那里头 但是却又如此的舒服跟平衡 就是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然后你只要吃完它那些各式各样沙拉 你大概前面就可以先刻掉两碗饭 哇塞 所以其实听起来去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这种泰国菜 这沙拉是很重要 对 你做的好吃很重要 凉拌部分 因为后面的沙拉 你可以吃一轮就很棒 那应该开一个沙拉吧 我觉得应该不错 我觉得它光是那种凉拌菜 我觉得就真的就够了 然后你可能顶多就人少的话 我觉得每样凉拌菜吃一吃 我觉得就已经 我觉得是饱了 因为你配饭配成那样 然后你再点几样 它的那个炭烤 串烤 太酷了 就是那种沙爹肉串 沙拉好吃 然后它又是肉串的 那搭配太赞了 很好吃 因为很多其他店家的那种 什么什么沙爹炭烤 什么什么 我觉得那个香味也不够 沙爹酱不够那个味道 然后它是 哇那种 有点像猪五花的那种肉 然后去搭配它的 自制的沙爹酱 完美 讲到这边就知道 这个Podcast有多厉害 大家就只想问说 这是哪一家 这是哪一家 待会回来 我们再请陈奕轩 告诉大家 还有哪些东西 会让你入口即化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有两个吃货 另外一个就是陈奕轩 聊的是他的Podcast的节目 叫做一起开动吧 好那真的是 刚刚听他在形容这些 我心里只是想说 这是哪一家 会有画面吗 会有画面 会 而且那个味道就觉得 因为你只要讲到 鱼露那个咸香 然后再加上各式各样的 这个辛香料 然后这样吃下 在嘴巴里面 那个味蕾爆炸 那个冲击 真的很想去试试看 而且一家 其实这种泰国料理 我觉得他的沙拉做的好 就非常吸引我 你跟我讲的一样 因为我觉得凉拌是 泰国菜的灵魂 对 这个很多 然后我当我正在想 他沙拉做这么好的话 我主食应该叫什么 你竟然说要吃沙嗲 我说真太对了 吃烤肉串那种的 还有烤肉串 而且还有什么沙嗲 款的 然后还有路边款的 他的酱料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问说 这是哪一家 他说那你要听我Podcast 不能现在跟你们讲 你们去听 一起开动吧 对 就是听听看就可以知道 一起开动吧 Podcast 我们没有在对打的啦 对啊 Podcast你随时去听都可以 但是我们广播就是 你知道要定时的去听 对 搜寻一下 其实陈奕轩 除了介绍这家 还有很多家很好吃 我就是听了以后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 很会形容 那我很好奇说 因为你要介绍这么多家 不同的餐厅 我觉得你也是很真心的 觉得太好吃了 所以形容他 但是像吃货也难免会碰到雷的 那当然啦 雷的我们就不介绍了 对 但是呢 你怎么要是让自己 避免碰到雷呢 既然你去吃了 又花钱了 然后又要把它做成一个节目 那又怕吃到雷 对你来说就是浪费时间 跟浪费钱了 怎么去避免 我跟你讲 吃货身边 印尼也是很多吃货朋友 对像你身边 印尼也是会啊 如果你想要吃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问周遭朋友 他们会互相收集名单 然后大家可能每次主攻的地方 就会不一样 或者是我有些吃货朋友们 他们比如说 我发现哪家好吃的餐厅 你今天有没有空 就这种随性的邀约 我说我有空 然后就跟着一起杀趣 然后基本上 只要是我的吃货朋友 或掏客朋友们 他们推荐的餐厅 都不会太有雷 那如果真的吃到有雷的东西 我当然就不会去介绍 或者一间餐厅 有一些东西是好吃的 有一些是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点的 我也不会去介绍那些菜色 对 好 今天很开心的 请到我们这个吃货陈奕轩 然后大家介绍 大家一起开动吧 所以说如果说 你很喜欢吃东西 那你想要有个吃货朋友 那就让陈奕轩 变成你的吃货朋友 让你吃的东西 可以更丰富 而且不要只会吃 入口即化的东西 谢谢我们的 一起开动吧 的陈奕轩 谢谢 讲公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